陌生的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已是几十亿分之一的幸运 而当一对双胞胎遇见了另一对双胞胎 最后还手牵手走在了一起 那一定是他们中有人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近日黑龙江大庆市就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迎娶了一对双胞胎姐妹 大家好我是江大双 大家好我是郑小双 大家好我是梁江 那么四个人是怎么爱上对方的呢 从小就认识了 因为老家的事情 我们就是长大之后慢慢接触慢慢走在一起 据郑小双介绍 他们的妈妈在他们小时候就认识了 咱两家双胞胎谁都别找对象了 让他们四个结婚多好啊 父母有意撮合 让他们互加微信聊天视频 并在最开始就有指向性的想让老大和老大在一起 老二和老二在一起 在网聊了两年后 2014年四人第一回见面感觉一见如故 姐妹俩出火车站第一次拥抱就没搞错 妹妹抱的是弟弟 姐姐抱的是哥哥 不过正脚双说 不太熟的时候 他们也会认错人 甚至牵挫手 但彼此了解后 通过言行举止走入姿势 说话声音 他们就都能分得清对方 现实中像双胞胎迎娶双胞胎的例子还有很多 他们又是怎么在长相差不多的双胞胎中 选出自己喜欢的那一个呢 研究证明 双胞胎即使在一个家庭中长大 受微小的环境差异 外貌 性格 兴趣 爱好 都会不太一样 特别是到了青春期 双胞胎会有意让自己变得独一无二 而且从遗传基因上 有科学家也证实 双胞胎随着年龄增加 相同的表观遗传标记 会被随机移除或者改变 分开时间越长 差异就会越明显 新疆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